第一次犯错 他的解释是情非得已 那个时候 我也太饿死 就是自己太幼稚了 就是在情人方面就过得乱透 第二次犯错 他的理由是迫于生计 在那个女的身上 我就是作为我的工作需要 发生了这个情感的出轨 我不得已出卖了我自己 对 可以这样说 作为妻子的她 被逼得企图割腕自杀 我都不知道看几刀了 天塌下来的 我都不知道 我说是大神大就是那种 在调解现场 几度崩溃痛苦 再一步做这样的事 看她能不能原谅我 我确实不是说是想偷弃老婆 她究竟是真心悔过 还是又一次试图狡辩逃脱 面对丈夫一次又一次的背叛 她为何始终不愿选择离婚 你们两个人 有一个非常大的前提 无论发生什么事情 李女士坚决不离婚 田先生坚决不离婚 打死也不离 在他们的矛盾背后 究竟还藏有怎样的隐情 最终他们的婚姻 又将何去何从 调解马上开始 有问题来调解来调解 没问题 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 大家好 我是张婷 欢迎本场调解员胡建云 欢迎胡老师 欢迎观察团 各位成员欢迎大家 欢迎双方当事人 一位是李女士 一位是田先生 我们首先了解两位当事人 诉求是什么 想请老师帮我指点 我以后到底该怎么做 才是对的 你指哪方面 我和我老公之间的问题 大家庭的问题 我觉得我过不去的东西 说出来的 大家帮我指点 我应该怎么做吧 你自己心里没有想法吗 比如说我想要离婚 但是有些事情需要解决 或者说我不想要离婚 所以有些事情需要解决 那你呢 所以我就是不知道 我该怎么做 不知道自己是想离婚 还是不想离婚 对 没有一点方向是吗 没有 我老婆在我们家 过来这些年 过得很苦很累 就是想让这个老师 主持个公道 我要来就是说 在他面前当众承认个错误 让他给他个公道 向全国人民保证 以后对他好 那好好过日子 从五年开始到现在 在我心里 判断都是还没有过去 我知道 我就知道 这次对他的伤害 是绝对他不能翻篇的 提起2005年发生的事情 李女士突然激动地痛哭了起来 究竟发生了什么 一致15年都无法翻篇 在情绪稍微缓和过后 李女士告诉大家 她和丈夫恋爱三年才领证结婚 她觉得自己找到了真爱 可让她万万没想到的是 婚后没多久 丈夫田先生就出问题了 她都在我面前都已经承认了 她和那个女的在一起吃饭 发现异常的李女士 没有大吵大闹 而是开始从自身找原因 后来我都想到 我说居然你出现这种问题 也不光是李哥的问题 也许可能我还是有很大的问题 如果我没得问题 你不会在外面 然而 她的理性和大度 换来的却是丈夫的 明目张胆 变本加厉 为此 她差点丢了心 过一段时间 孩子她来往 好 我就又和她争吵 我都在这边的家里 和她吵 她在那边 还是跟她继续地 跟她过 后来就有一天 她那个实在是 吵不下开了 我说我已经原谅你的 我也答应你可以和她 之前说清楚 给她你机会 给她你时间的 对我来说 我已经觉得 做得够可以的 她还是这个样子 我都一气之下 我就甚至把她踩到那里 直接心里 都把我那个手砍到 我都想到 我好像有时候 天塌下来的 无路可走 我说我撒算 哪就是哪 心态 你说就是她承诺了 结果她没有做到 对不对 就在她还在 继续来往的过程中 你为这个问题 跟她发生争吵 她会是什么态度呢 做到这里边 你爱这么高 都这么高呗 无动于衷的态度 对 整个人通过几道 都还要 还要通过来 这种无动于衷 会让人看不到希望的 对对对 我都不知道 看几道了 我看成那个样子 整个身上都是血的 他就回到我面前说 哎呀你我认错 我知道错的 你这一刀是看的 把我心砍水的 把我砍回来的 我知道我不能在外面玩的 我要回家的 好就在我面前承诺 我说我死了算的 我说这样子 我过不下去 我跟她刚结婚 才一年多时间 我在外面碰到的这个女的 确实觉得对她的伤害大 在那个阶段 你们两个人的感情 出什么问题了 你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因为那个时候 我也才二十九岁 怎么说呢 就是说自己太幼稚了 就是在情感方面 就过得乱套 你的解释意思就是 问题不是出在她这一方面 那不是呢 不是出在你两人的关系 出的问题 问题出在你本身 内心隐藏的某些东西 是的 因为那个女的呢 她是离婚的 她就每天都骚扰我这种 就搞得我就是说 无法自拔的那种 欺骗她一次又一次 她都伤害自己了 那一次你是怎么想的 当时我觉得心里 我就说这一次再不能这样 要毁心转意了 是真的吗 当时我确实是这样想的 还有 今天的田先生坦诚认错 毫不隐晦 可是十五年前的她 却并没有因为妻子割腕自杀 而及时收心 当时自杀未遂的李女士 心情还是久久不能平复 李女士决定 回四川娘家好好养伤 也希望用自己的离开 让丈夫回过自新 然而两个月过后 李女士却始终没有 等到丈夫来接她 当她从娘家回到自己家后 却看到了 让她目瞪口呆的一幕 进家里那个厂面 家里面那个女人的衣服 在你家里 对 衣服 化妆品 整个家里布置的 很好很好 我当时都把所有 只要十五里的东西 全部都出去 丢到垃圾桶里了 我都知道她在哪里做事 我就给她打电话 她说她在哪里 那个时候我都还没说 我回来的 我就走到一镜头 好像是我们的门面对面的吧 她在你哪里 我在这里 我看到她的人 我在打电话 我说你在哪里 她说在哪里 我说你到底在哪里 她就感觉 不对 她就把头那么一拆过来 一望 看到我人的 给她的感觉 都是那种 哎呀我这个天哪 天塌下来了 你怎么办 我跟我老婆 感情上要说 我打心里 我还是蛮爱她 蛮喜欢的 包括到现在 我是坚决 不能和我老婆分手 不能把家搞散 怎么当时能做到 这个程度呢 这已经不是你所说的 因为别人来骚扰我 我就没有控制住自己 进入到你们家庭生活 堂而皇之的生活 能从哪个角度去解释 这个我确实做得过分 然后她就觉得 哎怎么天天我老婆没有找我 这样的话她就说 我说我老婆上班去 她就老说就带我跑了 往家里去看 就看到我的妹子 她的衣服就不带我的 她问她是不是走了 最后我是确实带妹子 罚的情况下 她就搞了我 我的初心了 你到现在所有的解释都是 是因为她的问题 那不肯定 都是因为她来骚扰我 都是因为她的行为方式 太直接 我没有办法 那不肯定我 最大的问题是这 要是我当场拒绝的话 你能接受她的这些行为 是因为什么 当时我就不知道 我心里是怎么那个的 但是我没有明确的接受 都是我的问题吧 都是我的错 我看到勤务要是没得发的 我最后把电话号码换掉了 她找不到我了 这个事情才已经了解 因为我觉得太伤害她了 对不起她 其实我呢 就是说不是说是有意地伤害她 要是我真正的不爱她 不想跟她过的话 我就跟她直接把婚礼了 就跟那个女的结婚了 但是我两边选择的时候 但是我没有这样做 那个时候我都已经都蛮冷静的 蛮冷静的 那我就坚定的 离婚 一个儿子 什么话都不谈 我们那个嫌疤婚礼的 在说 始终都不离婚 你管给离开吧 被重重伤害的李女婿 从原来的软弱退让 变得冷静清醒 她提出了离婚 这时的田蝎上 终于慌了神 一再认错求原谅 从此跟那个女人 也彻底断了联系 一年后 夫妻俩有了一个女儿 日子渐渐恢复平静 她原本打算从心里 让丈夫犯过的错误翻篇 然而在女儿六岁那年 丈夫天气上 又出现了新的情况 有一个工人是 跟我们一起住 他吃和住都在我们一起 他就看不下 开那个过程的 他就跟我怒一句 他说 他今天没在工地上 早上把他们安排了 他人都过去玩开的 暗示已经提醒我 后来我都觉得不对的 我就上工地去看看 他在外头玩 他这个玩是玩什么 你指的 玩女人呢 因为他自己说的 他说他和他在外面吃饭 在公园里逛公园 在公园里抱着清淡的 我都没亲眼目睹看到 都是他跟我描述的 我跟他解释过了 我就说这是个超市的经历 我就是为了讨好这个经历 就是搞点业务 好结账 就跟他发现好听的话 心香就那些发生了 就是搞到产生了好感 对那个女人呢 也是就是说 在那个女人身上 我就是作为我的工作需要 作为我的这个业务需要 我就发生了这个情感的出轨 听起来你的解释是 我不得已出卖了我自己 是的 可以这样说 因为当初我确实是这样做的 最后我也发信息 被他发现了 我就说最后我就直接 跟他说了实话 我就说什么原因呢 说了之后他又给我吵了 说那就愿意这个钱不赚 不赚就不这样搞 我看到又伤害他了 当时我就还是咳嗽得蛮快 我真的不知道 就是这个解释 你心里能过得去吗 要是过得去 我都不会在这里呢 他说就是被逼无奈 实在没有办法 你们行吗 会要这样去生存吗 反正我不能接受 他刚才一直在强调 是他们是他在求他的工作 对不对 其实不是这样 当时他给我回来接着是 那个女的 是伤生的什么职位吧 需要他去给他帮忙搞点什么 不存在他所说的 他求他 而是那个女的来求他 这个女的 我确实不是说是 怎么喜欢她呀 又是 这就更有问题了 你得问问你自己为什么 我也不知道怎么说 但是我确实不是说是 想抛弃老婆 跟那个在一起 确实是为这个业务 为做事 跟他搞了一块 在他的角度看 他就会觉得 你完全没把对我的伤害当回事 所以你无所谓 你很随便 你才会这么去做 你看到了他的伤害吗 是我状态伤害我也看到了 但是是我没有重视 搞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没有把自己控制好 没有把自己管好 这两件事 我记得心里 再一步做这样子事了 看他能不能原谅我 看能不能感化他 担心 今天做到任天 那后你们讲话 明天会发生什么都不知道 那个人都已经划狂了 我就觉得 我的天哪 你这个事情到底什么事 是个头 你都老是在我面前说 我错了 你给我最后一次机会 我改 我说到底什么时候 是最后一回 旧伤未遇 又添新伤 李女士激进抓狂 在毫无办法的情况下 她决定 打电话向公共求助 可是公共的态度 却让她更加崩溃 我说 爹 那你要给小天打个电话的 不能在外面这样玩的 这样下开 会把家搞散 当时都一句话拒绝的 我不管你们的 你们不管我的 哎呀你是喜欢吗 你肯定该成熟吧 如果我的姑娘是受到 这种打击的话 我肯定第一时间 要专重地说话吧 公共的无情拒绝 袖手旁观 让李女士很伤心 然而 这通电话过去后没多久 婆婆在老家摔跤受伤了 公共的第一个电话 竟然打给了李女士 每个儿子打电话 每个姑娘打电话 第一个电话 打给媳妇的 说妈在家打的 在家里面 我走不开 需要我们回去 招呼婆子妈 我能怎么样 服输呗 为什么呢 不知道 因为那个时候 我只在想 你这个时候家里面 居然给我打这个电话 求助的 我是肯定是要服输的 我们感到的时候 她都躺着床上的 我一看 有没有打个吊针 有没有那个止疼 我就看我妈都疼到 那个感觉 我真的心里好痛 那不是人能受得了的 我都跟她商量 我都说 我们爸妈接到医场 人医场比现医院里 医院肯定是好一些 我在医院里 抓23天员 我就陪同她在医院里 抓23天员 她入院我入院 她出院我出院 回来的情况下 又是几个月 一直都等她 等她好 她好她自己能 在家里面自己能 多换吃 好 我呢 又是个完不住的人 我都在我们那个屋旁边 那种火砖 这个砖我说 我帮回可以游用 一个三年车 我都拖砖回来 就我把这个脚砸了 那个鱼呢 就是我老公的妹妹 从她本身上来上 就是叫什么呢 荷罗花鱼 那一瓶鱼 九十几块钱 我说 你要不是有那个鱼吗 你把那个鱼拿来 我擦点 好 我也都蛮吃饭 因为我这个人蛮大鱼 她都舍不得 看到她 她舍不得这个样子 我就这个气度 已经都忍不下开打 我说你住院 我花一万多块钱 我又在鱼 你照顾过你回来 那么久 她哪儿要都没舍得 对 心里都好像 好委屈啊 我付出的太多 因为我在用我的生命 用我的所有能付出的东西 在付出 到底是我哪里对不起你们呢 我哪里阻挡 你们要这样来对待我 无条件地对公婆付出 依旧不被尊重和感恩 对丈夫宁人原谅 也换不来丈夫的回忆过和珍惜 林女士的内心 犹如刀割一般 她不知道 自己究竟做错了什么 要被这般对打 究竟是什么让李女士 如此缺乏底气 在这段婚姻中 她受尽了委屈 为何始终没有抽身离开 主持人张婷 提出了一个疑问 却让李女士 瞬间服案痛突 认识她的时候 你自己经历过了什么 很糟糕的日子 不想起的日子 有不愉快的经历 是 她是失败过一次婚姻的 因为她在付婚姻 你知道她前一段婚姻的糟糕 是糟糕在什么方面 她的家人家暴她 对她不好 她跟我说的就是说 她的婆子妈对她不好 就算挑剔她老公打她 她老公也就是说 跟她婆子妈一条心 就是把她别的走投无路了 她17岁就被她的妈 把她许给别人了 她其实家庭蛮困难的那种 17岁就嫁人了 对 她家庭的子女多 那个时候家庭困难 无法养了 就把她嫁给别人了 没人疼 没人爱 甚至没人管 是的 实际上她的生活从小 就过得蛮压引 经常挨打挨骂 就是无缘无故的那种 为什么她到我们家庭 就不能受委屈呢 她就是说 她是经过了这一次的 在我们家一受到委屈 她就想以前的心理压力 触痛了更深的那个时候 对 你当时跟她认识的时候 了解这些 你那个时候是什么想法 我知道以后就是说 我就是想救她呗 她没离婚 那个时候跟我的时候没离婚 我就是说 那你在家里过不下 可能你就跟着我过 她遇到你的时候 为什么她会选择你 你自己认为 我就是看到了 就是说我对她好啊 对她有安全跟在跟我 就是从那里开始 就是她就是 死心她就跟着我了 我跟她两个人 结婚的时候 我是从事身上不懂 因为第一次出轨 我就说我是不明不白的那种 我那个时候是最走投无路的时候 碰到她的 就好比我今天也是走投无路的 我才在这里来 对我来说我已经经历了 不是我想今天跟到这个男人过两天 明天跟到哪个男人过两天 就是我化成内心 我不是那种 日子我肯定是想真心过好 原生家庭的苦难 前一段婚姻的不幸 让李女士把田先生 当作救命稻草一般 可是她却怎么也没想到 婚后的田先生会一再辜负 把她伤得体无完肤 那么这一次 始终把认错道歉挂在嘴边的田先生 是否真的可信呢 对这段婚姻 李女士究竟又该去 还是留 田先生 你把第一次的背叛 说成了是这个女性 她在不断地骚扰你 我解读到的是 你的半退半久 更为恶劣的是 你甚至让她的化妆品 她的衣服能够堂而皇之入室 分明是纠占雀巢 你的解释如此的苍白无力 但是你依然能够气定神仙地说 我没有离婚呢 我不签字 就足以说明 我还是珍惜你的 我珍惜婚姻的 可是你知道你这是在软刀子杀人吗 你看到了她内心的伤痛 在流血吗 你的妻子 她因为承受不了这样的打击 她伤害了自己 第二次你告诉我们说 是源于工作的需要 这是一份什么样的工作 需要靠你背叛婚姻 出卖自己 当你自己评价说 对 我的情感当时是乱了套了 你的轻描淡写 对于妻子而言 是旧伤未了又添心狠 你有想过这个女人的崩溃吗 如果一而再再而三地践踏她 轻慢她 你说 我们怎么去原谅你呢 怎么去解读你的心思和行为 我解读到的是你和你的家人 在欺负这个老实人 可怜人 如果爱请深爱 如不爱别伤害 在你出轨的缘由解释里边 会让我们觉得莫名其妙 会觉得这个男人既没脑子 又没原则 很乱 因为人家女的骚扰你 你就尾身于她 随便一个合作伙伴 你也为了利益 尾身于她 你说别人怎么评价 我关于他们的骚扰 我也走出了方向 当时的话 我肯定是不知道错的 要是知道错的 我就不会这样 最后反复地在想 我这个东西 我这就是是我做错的 你们两个人 有一个非常大的前提 无论发生什么事情 第一 李女士 坚决不离婚 第二 田先生坚决不离婚 所以你们俩就把出轨这件事情 变成了婚姻内的一件事情 田先生的出轨行为 有点类似于 我一进家门 把拖鞋没有放到鞋架上 我第一次没放 我第二次没放 你说了一下 我就放一下 我第三次还没放 或者是刷碗的时候 把碗打破 我第一次打破了一个碗 你说我了 我接下来小心一点 过了段时间 我又开始打破碗 这些就叫婚姻内的事情 但实际上 这显然不是婚姻内的一件小事 如果把出轨这件事情 框死在是婚姻内的一件事情 那么他就可大可小 可多可少 这就是田先生的问题 一直没有被解决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那我拿图示给大家 其实正常的婚姻应该是这样的 外边是一个不规则的图形 意味着结婚之前 其实我们是单身的时候 我们可以有权利 随性过我们的生活 但一旦结了婚 在这个不规则的图形中间 就出现了一个规则的图形 这就是一种切割 因为婚姻 把我们很多与婚姻不相符的行为 切割在之外 而我们在这个框架之内生活 显然田先生的行为 没有被切割 那你们的图形是什么 是这样 本来把在婚姻框架之内 应该由婚姻这个框架 切割掉的 个人的随性随意 变成了婚姻框架之内的 所以就把这些行为 反正也不会离的呀 打死也不离 我宁可伤自己 我宁可自杀我也不离 那就婚姻框架定了 从第二次出轨以后 我是彻底地改了 对我这里 就是她只是说 你彻底地改 05年之后 如果你彻底地改了 后边的事情怎么解释 都已经说完了 你还说你改了 你这有什么意思呢 那我说一下林女士 其实你哭也好 闹也好 哭也好 自伤也好 你现在在这个现场 用自己种种的方式 在表达自己有多痛苦 但是你没有一种方式 是表达你来结束这种痛苦的 所以你的痛苦一直在延续 你从未曾主观去结束它 比如说05年发生了这件事情 你可以先来一个逗号 然后再来一个句号 你说这是你的第一次 我可以原谅你逗号 如果我再发现 你诸如此类的行为发生 我们二话没有 直接离婚 句号 这叫去结束它 或者是直接就彻底离婚 这也叫一个结束 你没有以任何方式 去结束这件事情 这件事情自然不会结束 林女士 我觉得你在维护婚姻的 这个过程当中 你不知道自己应该要做什么 或者做什么 才是对的 田先生 他有很多次的出轨的事情 在婚姻当中 你在意的是你自己有没有做错 而并不在意你自己有没有得到尊重 也就是说并不在意 在这个生活当中 我过得有没有尊严 我们就经常说 你在意什么 你就会去维护什么 相对应的呢 别人就会在你 你所在意的东西 给你一些回应 那么你在意的是 我有没有做错 我自己有没有做错 那么田先生给你的回应就是 不断地道歉 不断地承认 是我做错了 但是他从来不敢 因为他没有给到你尊重 因为你不在意啊 现在你们的这样生活 这些世界 已经不仅仅是情感上的伤害 也不是什么付出 然后没有得到回报的 这样的一个不平衡 这个已经涉及到了一个底线的问题 这个底线 对于婚姻来说 对于我们人的自尊 尊严来讲 都是不容再退的 你已经退无可退了 这个是跟你自己自身的 这种自我价值感 比较低 有关系的 可能因为你从小的经历 再加上有过不太好的一段婚姻的经历 然后呢 你们两个之间 自从结合在一起 就是一种不平等的关系 正因为你有这样的一个价值感低的问题 然后呢 会造成 你自己没有底气 去为自己争取 在婚姻当中 争取到田先生对你应该有的一个尊重 那么要怎么样才能在婚姻里面 得到这样该有的一个尊重呢 那首先你得 要自己尊重自己 那第二个呢 就是我们得学会让对方尊重你 就是维护好自己的底线 不能因为他道歉 你就可以去接受或者退浪 观察员们指出 田先生的随性和放纵 无疑是对婚姻的不负责任 对妻子的伤害 而妻子李女士 要想真正维护好婚姻 就要设立其底线 而不是委身祈求 随即 调解员胡建云 决定再给李女士 打一剂强心针 一个人呢 你总是看人家怎么对自己 那很容易崩溃的 你首先要看得起你自己 你应该稳稳地站在你的位置上 去提醒他 去批判他 甚至可以不要他 你不要把自己扔到坑里去 你在坑里面 又爬又滚哭成一团 什么意思 你做错了什么呢 就你们两个关系而言 你没做错什么 上一段婚姻 虽然说确实有做错的地方 但是也确实有你的委屈 你没有必要崩溃 你的任务是 让这个男人知道他的错 而不是被你的错误折磨得不存人形 你要看到自己的分量呀 第二个我想跟你说在哪里呢 就是为什么他一次接一次 其实首先跟你没有直接关系 我们打一个不恰当的比方 比如说你代表了面条 然后他还要在外面 又要吃粉 又要吃汤 偷偷摸摸 他并不是不要面条 是他瘫嘴的错 然后他为什么还要这样一次又一次的呢 有一个原因 就是他只要回到家就有面条 这个面条啊 没办法 家庭生活 你说夫妻两个人久了之后 这个价值啊 两个人的价值啊 慢慢会下降 是的 所以你现在是苦苦地捧着一碗面条 求他在外面不要偷吃偷喝 那这个时候靠求他有用吗 靠哭有用吗 那都没用啊 有些时候啊 不是说我们只是讲道理啊 讲对错啊 我们就可以把控局势 我在这里是非常现实的说 得讲一些方法 你跟你这位先生相处也好 你跟他爸妈相处也好 可能你跟更多人相处也好 也都是有什么是什么 是怎样就怎样 有没有一些办法 有没有一些包装 人跟人打交道 它不是那么简单的 让别人更多地了解你的想法 你的努力 包括你从第一次婚姻出来 其实也是一种振脱命运 有什么好说的呢 田先生的话 希望你学会同情你的妻子 除了跟妻子结婚 记住婚后的生活还包括 一起逛街 一起散步 一起谈心 一起浪漫 那种感觉 两夫妻开开心心 热热闹闹 其实比在外面 那么跟小老鼠一样 跑来跑去 开心多了 你要明白婚姻是什么意思 调解员胡建云提醒李女士 不要用丈夫所犯的错误来惩罚自己 不要用他人的认可来找价值感 而是要学会自信自爱 然而进入密室之后 李女士还是控制不住情绪 再次大哭了起来 我真的从事收获了 就收获了 我问你是平时你也这么哭的 还是今天集中来哭了一次 你平时哭不哭 哭不哭 我真的都是哭 我一受不了他我就哭 受不了为什么不离婚呢 你来这个现场也好 你到哪儿也好 其实我知道你有种强烈的心理欲求 就是希望被理解 对 但是我们理解你什么呢 我只希望有人支持我 该怎么走 该怎么走 因为不是我不离婚 是他不离婚 起诉啊 你觉得这个婚姻是你无法忍受的 在法律上你有绝对离婚的自由和权利 如果你坚定了离婚的信心 他不同意 你可以求助法律的渠道离婚 经理老师李金平认为 既然李女士无法忍受曾经的背叛 和随时可能再被背叛的恐惧 可以选择结束婚姻 面对李金平的提议 李女士沉默了 显然对于离婚 李女士还是充满犹豫 此时厂商田先生也还在解释 为自己争取机会 我真正出轨就两次 就是两次 误会有三次 他就是待会儿的老大不开家 我就说那你说完了就完了 不管你几次 你只要是出轨了 对感情不忠 对他造成的伤害还是蛮严重的 对吧 你看他隔腕啊 伤害自己啊 一定要把控自己 抵得住诱惑 好吧 不管什么原因 你一定不能去对婚姻不忠 因为我女孩子这么大 我现在看到 我现在已经不是现在 我前四五年 我就认识了这个问题 田先生信誓旦旦 表示自己其实早就改了 妻子后来的不安和怀疑 都是误会 观传员廖启玉 建议田先生 要向妻子做出承诺和保证 家如说 我还非去出轨 或者对婚姻不忠 你可以做出选择 是吧 我尽身出负嘛 我也说过了 我尽身出负 还到各亿 各亿百万他 我都写业书都写了 我们到法庭上去了 去呢 他们请我们资美签 他还是不想离婚的 田先生表示 他曾经想过 以离婚 放弃所有财产 来补偿妻子 可是妻子并不想离婚 此时 密室里 李女士 也终于说出了 自己真实的想法 我已经是 是婚姻背叛的 是我背叛的 其实是我活不下去的 所以说我对婚姻 是殖民的东西 你现在的想法是离婚 我现在的想法就是 希望她不要这样 再不要这样的 李女士不愿离婚 究竟是因为世俗观念 还是因为无法放下 对田先生的感情 假若不离 田先生又能否真的给李女士 吃下一颗定心丸 一时结束 我们一起回到厂上 来看一下 田先生和李女士 现在是什么想法 我今后就在保证 她不要过以前的日子了 从今天开始 从今天开始 保证 以后就是不出轨 不打你 不骂你 我要写那个保证书 我向他就是我在这里念一下 老婆 我错了 你加盖我这些年 我没有好好地照顾你 因为我所有的过错 对你的伤害 让你受苦了 你远嫁给我到福北 因为我为人处事 没有做好 让我的家人 对你有过太多的伤害 让你生活过得很累 对不起 老婆 我十分地忏悔 我保证今后 不再做对不起的事 好好地对你 让你过得有安全感 相信我 我一定会做到 希望他说的 每句话 都要做到 不能像以前的 我们也洗的 我刚才看到他的保证书 我都想起以前的保证书 以前我实习过的 这一次我一定 我知道错了 这次我能来 光明正当地来 我都不是说得玩的 嗯 不是在家里这样 收了说的 你今天是站在 公众场合 是的 做了保证 如果这样都不行的话 那你就真的是个坏人的 那肯定的 今天 今天不光做这些人看 我知道 送过来 老婆 对不起 你跟我结婚都没送过话 这是第一次送话而已 原谅我 我们好好的过程 走 他心里面很多苦耐 需要你的呵护 真心去关怀他 这样子 这个我一定做了 那今天我们就先到这里 我们就看行动了 好不好 辛苦你们了 谢谢你们各位老师了 保证书是对将来的承诺 我们好好的过程 我们好好的过程 就好好的过程 我们好好的过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